上一次我们为观众说明 酵素除了能帮助人体消化 摄取足够的营养之外 其实更多研究还发现 酵素还有进化协议 对抗老化等多种有益健康的好处 因此东森新闻的全新单元 乐活好健康 这次请到健康养生家珍妮佛 为观众详细说明 酵素整体来说总共有四大功用 第一抗菌抗炎的作用 酵素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抗生素 所以常常的小病感冒的人 就是应该常常服用酵素来 预防这些的疾病 第二是排毒功能 酵素就是增强肝脏功能 当势菌入侵到我们身体的时候 就是酵素帮助分解排毒 这样外清的病菌 第三血管的进化作用 酵素让血管老化的肺肤 分解排除出去之外 而且在血管里面的 多余的脂肪也分解出去 所以吃了酵素 你可以感觉到减肥的效果 第一是细胞的再生作用 酵素帮助受薪的细胞再生 所以你长期使用的时候 你的身体你的皮肤 恢复到弹力和健康 所以你的脸上的黑斑 还有你脸上的黑质 就是随着你酵素量 摄取得越来越多 你变得越来越年轻 鼓励天天学一点 生活越来越健康 乐活好健康系列报导 星期四还要特别介绍 消除跟人体免疫系统之间 密不分的合作关系 星期六晚间 还有更多深入讲解 敬请观众所